特斯拉的形象由2199開始是超級反派的那種邪惡 大家都看到2199第二十三個炸款時 他扔了工程區 巴尼拉斯的眼神是怎樣的 冷血 殘忍 我個人認為 特斯拉的形象到2002也是超級反派的東西 到2005再過到反英雄形象的話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一到2002就馬上過到超級英雄形象 編劇真是抵鬧 古代仗不打他 整個地球的人想把他分屍 到第17集 波動泡男弟終於出場了 之後每個戰艦出來槍斃 咦 有新戰艦喔 第14集尋給你看 天上上水瓶座 你為什麼要去做KLF 到第18集 咦 卡登三郎你搞什麼 古代害人到你去害人 他為了救自己一個兒子 就害死成家算的人 真是大和好 被救生人和好之後 又衝著去自殺 這些人叫自私 自殺是很可恥的事 你犯了這些錯誤 你認錯就可以了 而不是衝著去自殺 他還要找到 他不知失敗的消息 到底有多落後 至於隊友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原諒加藤的行為 但是不會原諒他的做法 他做法是什麼 是反波動格子 廢了整個大和好 幾乎害死所有人 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不事先商量一下 和女間諜玩自鬥 負責 第20集 兩橙型仙女座級上戰場 動畫裡面大概看到300至400架的戰艦 這些戰艦我寧願做三架算 例如那些全部變成無衛艦 或者驅逐艦 護衛艦 之後我看了小說版本 之後那邊見了兩萬架仙女座級 是兩橙型那款 我看完之後 蛤? 試鏡斷層一天才頂多兩架戰艦出來 哪裡崩出兩萬多架戰艦出來 之後就是史上最難看的24-26站 但我發現回轉波動跑之後 加美拉斯的艦隊說到 沒問題啊 美貓邊 到這個部分 初初看下去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發現的就是 黃寶應該是負責遠距離輸出的 不是站那麼近出去送人頭 如果美國的其中一架超級河母沉了 原因是送人頭 軍事高層肯定解僱了那個指揮官 以及送他入軍事法庭 還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播一下BGM呢? 不是應該播衣手嗎? 或者這首 那首歌大和號的嘛 到大和號那邊 進了製造戰艦的工廠裡 用了奪運袖 控制了所有未完成的卡級戰艦 之後防空隊出擊 沒什麼問題啊 大和號開炮沒問題啊 被刀殺 有古怪 被毒彈打 更加古怪 還是一九格難得比較厲害 之後呢 深屬說廢話 一九部分是我最討厭的 大家看過一九格是沒有這些廢話出現的 有 不過不會在戰鬥裡出現 大多數都是 如果有人想聽他說廢話的話 我覺得沒問題的 這些廢話對我來說 根本是超級多餘 多差 我只是想看大和和敵人打 還有大和號那些防空導彈來做什麼 啊 攔截那些自殺機 攔截那些導彈 防空炮呢 不是應該一早開啟了嗎? 敵人插把刀都會到藍體隊才開 別搞了嘛 啊 終於到星門了 等一下 為什麼紅紅隊還在這裡 不是應該先進到星門了嗎? 大和號進去了 焦機的客人呢 我集中了自動導彈 大和號的反應是什麼 大和號的反應是什麼 大和號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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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集 我好難頂啊 你搞什麼啊 基曼 一個死完 有到你去死 別搞了嘛 還要玩神風特攻 天氣 不要這麼落後啊 神風特攻 是異戰的東西 然後呢 基曼就引爆了波動骨石彈 他跟齊藤掛了 但是呢 都解決不了毀滅方舟 然後呢 搞到大和號和達雷沙合體 摧毀了整個毀滅方舟 雖然致敬了原作 但不應該放在重製版裡面 1978年那個算位數 因為好看嘛 我自己這些人 不會太執著這些結局問題 但現在不是嘛 不會有人喜歡這些機械降臣的 即是日本觀眾給了多少分 1分 3分 2分 2.7分 我不肯定199制作團隊 會不會加一個結局 但我肯定的就是 會做這樣的結局出來 第26集 真是 給我感覺好像在道德綁架 為了救古代仗和深雪 曾田就舉行了民主方式的選舉 被地球人選擇 他炸不炸時間斷層 為了令地球人選擇他們那邊 曾田說了一堆東西出來 不過聽下去 更像道德綁架 炸了時間斷層產生出來的能量 最大和會高位的空間 為何不飲爆幾個波動引擎 炸了六三個波動引擎 炸了六三個波動引擎 就可以了 小鬼犧牲了整個時間斷層 很浪費 很浪費 沒有戰爭不會發生 有些人說 不要看這部電影 看完會後悔 我看完真的有點後悔 為何我會稱讚他好看 有些人說 這些人是不是中風中的太多年 才寫得這麼難的劇本出來 還有機械設定方面 大家見到加美拉斯艦 是莫名其妙有這些怪怪的花紋 完全不知有什麼用 我覺得大和號排水雜浮起的原因 就是這些死花紋 3D動畫特效錢 就浪費了這些花紋 最後所有地球艦隊的戰艦 包括大和號 有很多武器還沒展現出來 轉魚類發射管沒有展示 那些導彈發射口也沒有展示 大和號艦隊的導彈好像完全不見 最慘的是 大和號的煙中導彈發射架 在第六集發射的時候 看到我們打電腦還不打不成那隻 為何他們沒有出現 原因就是 整套氣的廢話 總括來說 2022張加特蘭帝斯編成神 至高無常那種 人類是沒有人無辦法 去打敗這個神一般的敵人 只可以請另外一個神來拯救 宇宙 好無聊啊 機械降臣 不要再玩這些了 可以嗎? 高達被圖讀完 之後 到大和號 更慘 同製第二版已經出現了 原作有很多問題存在 例如科學問題 那時候人們對人身處於宇宙毫無了解 原作的場面是這樣的東西 還要在宇宙裡 沒有穿太空服 它未凍死 不可能啦 2022可以換監製編劇導演 但不要找這個編劇去寫 總算說完了 下一次我會做 母狀號 下次再見 字幕作為主題